山板船开入这条小溪内 两旁停满了船舶 这里是巴黎的片载沟溪 而仔细看船只停泊的地方 只有简单的钢筋加木板相当简陋 原来为了配合台北港特定区的征收 这里是市府安置渔民战时的作业区 但现在战时可能要变成永久了 为了要争取更好的设备 方便渔民作业 单水渔会找上菜几前议员 出面帮忙向市府来争取 现在就是做的来 可能就是当初地震局 也有一些经费的问题 经费的问题 还有一些厂商 他来过来当初已经都标完了 那现在他就是一些经费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 现在来拜托我们的议员 拜托议员就中居中来协调来帮忙 渔会表示 渔民们对市府征收整地 甚至是河道结完取职 私座休闲步道的作业 一直都相当配合 但市府不但要求渔民搬来搬去 给他们临时的停播区 设备又相当简陋 而为此议员服务处也多次召开协调会 希望帮渔民来争取权益 尔赛今天协调会当中 地震局也表达了诚意 找来设计单位 并且提出了基本设计 并且持续跟渔民进行沟通 希望将来这个河岸 除了可以变成民众休息的好去处之外 更是可以变成渔民友善的渔座空间 记得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